第149集,冬季残留的最后一抹寒风从高耸的城墙上掠过,田笼间的积雪彻底化尽,农人们弯腰钻了一把农鹤发亮在手里看着,想象健康饱满的种实在这样湿润的土壤中生根发芽,预示着充满累累硕果的丰收剂,无不喜上眉梢, 一行肃整如行军的车队,缓缓靠近都城的西侧大门,骑行在队伍最前方有一位浅褐色皮肤的俊朗青年,他神色惬意地深吸了一口气 这是梁秋飞最喜欢的季节,既不如领冬时节,需要披裹着不方便的厚重皮毛,又不会像春生时分暖的人骨头发懒 勒马站在熟悉的城门口,梁秋飞不禁想起了西北边关那永远封着冰渣的粗粒城墙,能将人口生出一夜淹没的塞外大雪 汹涌的冰封涌入口鼻的瞬间,就能带走枪子里的所有热气 巨大的岩石垒出来的碧堡中,无论气多大的火炉,都免不了从缝隙中钻进来的寒意 西北那些世家巨族倒有营造的舒适温暖的豪宅,可少主公既不愿住过去,又不愿自己建屋,只与江族们混住一处 然而江族们都能三年一换房 少主公却在那寒冰地狱中自苦了五代 现在,他们终于回来了 梁秋飞正在暗暗感慨,一名舞臂骑马奔来,满脸堆笑道 阿飞兄弟,我们女公子请您过去一趟 成啊,我这就来 梁秋飞望了眼前方的兄长梁秋起,然后策马往车队中前步奔去 随纳舞臂亭在一辆端雅大气的自车前 车窗缓缓掀开,露出一张端庄秀丽的少妇面孔 梁秋飞笑着抱拳,洛娘子有何吩咐? 洛季通称了一下,笑道,吩咐什么? 我拿你当自家小兄弟,你倒来跟我客气 莫非是看着都城到了,要跟我生分了 梁秋飞赶紧喊冤,怎么会? 这些年来,多亏洛娘子照顾我们兄弟 阿飞心中感激,绝不会忘的 洛季通神色暗了下,可惜你兄长不是这么想的 洛娘子别理我兄长,她向来那么一副讨人厌的面孔,对谁都一样 梁秋飞眼珠一转,哈哈笑道 不过话说回来,若非我兄长冷面无情 从少主公十四岁立浮起,挨过来的小女娘早将家门挤破了 她这话原是为了宽慰洛季通,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洛季通笑容一僵,轻叹道,说不得 在令兄眼中,我与那些小女娘也没什么分别吧 梁秋飞一叶,善善道,那哪能呢? 洛娘子想多了,想多了,她不敢去触碰洛季通的眼神 因为她想起了另一个女子 一梁秋飞看来,这位出身士族的洛娘子 不但对自家少主公和他们这些不娶虚寒问暖 体贴备质,还声名大义,和尚可亲,比那女子强多了 可惜,两女的待遇也差多了 三年前,少主公高烧病倒,洛季通一不解代的来照料 等少主公全遇时 她凑姓叫了声未来女君 少主公当面没说什么 转头,就贬她去养马 足足三个月才得以回返 起初她稀里糊涂,被自家老兄点名后 梁秋飞再也不敢自作主张乱起哄了 可是当年,她兄长梁秋启也是自作主张叫那女子为小女君的呀 少主公一样,脸上正经无比 转头就赏了兄长梁匹价值千金的大碗混重梁居 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差距怎么这么大 梁秋飞不禁陷入了沉思 看洛季通神色黯然,梁秋飞岔开话题 也不知怎么了,越是临近都城 少主公越是闷闷不乐 前几日还和崔侯聊两句 如今连和崔侯都不怎么说话了 洛季通探道 将军这事尽相情妾 当初凭着一枪激愤犯下滔天大错 什么都不顾了 如今要重新面对故人 自然神伤情妾了 梁秋飞很是叹服,洛娘子说得好 卑职也猜是这个道理 正说着,一名侍卫急急忙忙骑马而来 在梁秋飞耳旁低语了几句 梁秋飞眼睛一亮 一面挥退那侍卫,一面朝车中道 洛娘子,我等虽然早到两日 但太子还是赶了来迎我家少主公 此刻已然到了 洛季通一阵 满脸感激之情 早些年,我们洛家依附宣王两家 如今王淳被贬 宣娘娘和先太子被废 我家又与月娘娘三皇子从吴往来 家中父兄好生惊惶 幸亏你肯通风报信 叫我仗着霍将军的名头 去拜见太子一番 如此恩德 真是不知该如何感激你才好 梁秋飞受宠若惊 太子驾临 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我不过是早一步告知娘子 哪里撑得上恩德了 娘子快过去吧 卑职先行一步了 他怕洛季通还要道谢 说完立刻拍马溜走 不一刻梁秋飞骑行到车队前方 只见城门大开 从前的三皇子 如今的太子 轻装俭从得站在不远处 与自己少主公热泪暴毙 催喉在一旁哈哈大笑 梁秋飞赶紧下马 站到自家老哥身边 梁秋飞看了包地一眼 没有说话 就有重逢 太子上上下下地打量霍不宜 心中百感焦急 不知从何说起 霍不宜的微笑 还是那样俊美动人 身形依旧高挑其长 太子却想起以前 父皇老埋怨 杨子身上没有烟火气 但墨得仿佛一抹油魂 如今的霍不宜 终于有烟火气了 然而却是深秋寒风卷起的落叶 打在褪色窗纱上的七创冷雨 破旧走掉的桃勋 发出的阴雅之声 这种烟火气 太子觉得还不如 没有呢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他说不出的心酸 霍不宜微笑道 殿下每隔三两个月 就要来信问这问那 沉搜刮哭肠 日常饮食起居什么都说了 殿下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太子瞪了他一眼 以后再跟你算账 又朝崔侯道 崔侯别来无恙 鹦鹉依旧 哎 两位公子呢 崔侯笑道 殿下以为我等怎会早到两日 就是因为一概资重都丢在后面了呀 犬子压送着慢慢走 两三日后会到 太子道 这样也对 子圣提前回来 总不好带着如山采货进城 崔侯叫苦 哎呦殿下呀 你以为咱们是去挖金山了呀 西北边寨哪来的如山采货 多是野物皮球等笨重之物罢了 或不宜轻笑一声 看了眼崔侯 崔侯无奈道 呃 好吧 陈氏商谷出身殿下是知道的 那些野物皮球在陈首中 大约很快会变成如山采货的 子圣啊 你急着揭发作甚 那里面有一半是你的呀 太子一扫多日愁云 破天荒的朗声大笑 正在说笑之际 洛继通已换过一身雅致的屈居 携数名舞弊款款上前拜倒 妾落世 拜见太子殿下 一别多年 望陛下与娘娘安康 常乐无极 太子数年前就在长丘宫见过洛继通 并常闻其端庄有礼 温柔周到 此时见他也在祸不宜车队中 不禁又惊又喜 他一面看祸不宜神色 一面难得和气的说话 若是你也在啊 快快起来 孤不曾想 你居然与子圣一路同行 洛继通优雅的站直身躯 率直的坦承道 家母身体有样 父兄唤我回去尽孝 恰好或将军也要回都城 便厚颜脱避于将军麾下了 这怎能算是厚颜 太子觉得离自己的预想越来越近了 便微笑道 你幼时被选为妩媚的伴读 和子圣相识有十余年了 同行照料 只是举手之便 子圣自不会推辞的 呃 对了 今日父皇在宣德殿设宴 为子圣与催侯接风 落室 你也一道来吧 洛继通心喜道 至于妾而言 是天大的恩德 不过 妾怎好意思叨扰呢 不算叨扰 以后说不定 太子看了看身旁漠不作声的祸不宜 轻咳一声 听说这几年 你对子圣多有照料 说不定父皇有话要问你 恭敬不如从命 洛继通洛洛大方的恭身行礼 太子表示满意 暗觉这样端庄得体的女子才对吗 记得四年前 皇帝设家宴 她正打算去永安宫拜见宣太后 岳皇后就叫她顺嘴邀请成少商也过来 谁知那无礼的小女子 顶上来就是一句妾与霍大人已无婚约 以何等身份入席皇室家宴 给哪位皇子挑小妇吗 气得她当时差点没动手 看看人家落室 多么温顺听话 现在和霍不宜的关系还不明朗 可人家怎么就一叫就答应了呢 女人就应该有女人的样子 看着眼前众人各自上车上马 梁秋飞正要跟上 却不妨被自家老哥一把拽住 梁秋起压低声音道 洛娘子是你叫来的吧 我看你是又想去养马了 哪有 梁秋飞先抵赖 然后道 何况就是说了又如何 我们随少主公这么多年 想来亲近的女子 何止十个八个 若少主公真不乐意 早想法子将人赶走了 可这几年 洛娘子进进出出我们居所 少主公也没说什么呀 梁秋起沉声道 可是崔侯与周牧大人 旁敲侧击那么多次 少主公也并未点头 这说明 少主公如今正在两可之间啊 只要再推一把 没准少主公的婚事就成了呢 梁秋飞克制着激动 少主公都二十七八了 该成婚生子了 李斯也这么说 叫我们多悄悄编骨 别干站着光看 梁秋起道 对啊 可老张叫我们别多事 梁秋起补充 他觉得不像 什么不像 张家元先是烧桃的 张善内斯 无论遇上什么疑难 都只会翻来覆去的说 嗯 火候不够 他说 这回不是火候不够 而是根本烧错了炉堂 啊 张善说 叫我们见到另一个炉堂后 再做打算不迟 梁秋起一字一句道 梁秋飞脑筋转了好几圈才明白过来 结巴道 可 可是 可是那个炉堂不是已经凉了吗 几年前 少主公就说过 盼着他 另觅良人 一生无忧无仇 上个月 我们听说 他与姓元的定了亲 少主公 不是还让人预备贺礼吗 话是没错 不过为兄以为 我们还是 该听张善内斯的话 为何 因为李斯还打着光棍 张善 却有一妻五妾 家宅安宁 外头更有向好无数 居然也是一般的风平浪静 梁秋飞 北宫 宣德殿内 皇帝伸长脖子等了许久 月皇后 在旁凉凉的表示 陛下您再伸脖子 身子可要出壳了呀 好在皇帝面子心切 没功夫跟他斗嘴 坐在右侧上手的二皇子笑道 父皇 您先坐下吧 子圣自幼做事清楚 他说 五十二克能到 必不会迟了的 坐于左侧上手的大公主 颇有几分酸溜溜的 今日儿臣原本要去屠高山泡温汤的 谁知一个时辰前 父皇积极地将我们都宣了来 原来是给子圣接风啊 在父皇心中 我们这些亲生的儿女 怕是都不如子圣吧 皇帝眉头一皱 大驸马剑机极快 连忙打圆场 陛下您看 长公主都是 有儿有女做了母亲的人了 还跟您撒娇呢 看您多疼爱子圣一些 他就要耍赖 这话说得漂亮 皇帝果然松开眉头 对长女含笑低赤 你呀 有子讯一半懂事就好了 子圣在西北吃了这么多年苦 我就是多心疼些又如何 你倒是给我去西北戍边五年 我也这么疼你 大驸马十分配合的补充 富道人家不知朝政 子圣这几年 功勋着实不小 不说 对墨北诸步又打又拉 安抚妥当 就说去年争属 父皇原本要另派一支军队 从龙地绕进属中以为侧影 谁知子圣居然能在西北那种苦寒之地 练出一只虎狼之事来 静止惊隆兮入属 这么一下子 父皇不但省却调集多少君族 更不必劳师动众 好了好了 大公主故作称义 父皇和子讯翁婿俩心在一处 只有我是不懂事的 皇帝忍不住笑了 你知道就好 等子圣来了你可不许胡扯 大公主娇声应了 训完长女 皇帝转头看右边上手的次子 那东海王真的不来吗 二皇子立刻回道 父皇 兄长并非还在怨怪子圣 你知道他的 兄长只是不愿意多见人 过几日永安宫设宴 届时人少清静 他会与子圣好好说话的 皇帝点点头 朕知道子 昆的性情 这样也好 长子的心性不够坚韧 自从一处之后 便再也不曾出席家宴 永安宫有事 都是二皇子带传的 说话间 曾安之小步奔入殿内 传报太子一行人来了 众人齐齐看向殿门口 浮光逆影 几个身影出现在殿门 皇帝望着太子身后 那个高大齐长的身形 一时间恍惚了 原先漫不经心的岳皇后 也缓缓坐直身体 他二人仿佛看见二十多年前 那个鹦鹉盖世的武将 那个永远沉稳忠实的重臣之手 朝他们缓缓走来 皇帝扶着暗鸡的手 微微发颤 岳皇后见他眼中引现水光 心中暗叹一声 皇帝慢慢走下座位 弯腰按着跪拜的 杨子厚实的肩背 巴搭落下一滴泪 一时殿内寂静无声 他以为 有生之年 他再也看不见一兄的模样了 本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